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离婚不是最终的目的 成长才是双方各自要做的事情 听过这些 汪女士是会坚持果断离婚 还是努力尝试解决目前婚姻中的问题 进入密室之后 汪女士还是忍不住抱怨内心的委屈 显然对于婚姻 汪女士曾经是有过不舍和留恋的 只是杨先生和家人始终不懂得 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来挽留 随即观察员李小云 试图劝说汪女士 重新看待下杨先生 她这个妈妈男士 一方面她很得宠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发现了没有 在得宠的同时 她在这个家里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 今天你看到你老公 从开始到后面的变化 对呀 因为你的心已经完全被你的痛苦 和你的愤怒所蒙蔽了 她一开始还在为自己辩解 后来老师们说到她的时候 她就是一直惭愧地低着头 而且她就是觉得我就是错了 她这种论错 她也不是一次两次 我不想再给机会了 对于丈夫杨先生 汪女士依旧没有了信心 此时尝尝杨先生开始了自我反思 是真的我没做到一个做到丈夫的策略 因为我工资有这么高 赚了钱真的不知道花到哪里 如果还会在一起 我希望我这个工资让他好好去经营一下 我没有做到有很好的父亲的这种榜样的力量 我应该要去怎么去弥补他 怎么样去安慰他 而不是说我就把我的工资给你 不是的 他要的是你除了给他之后 你怎么样去跟他一起去经营和规划 而不是说我把我的工资给了你 你去负责房贷 你去负责家里所有的开支 那他还要你干什么呢 如果说想要去挽留这种婚姻 你需要去弥补 你需要告诉他 之前我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因为不成熟 杨先生反思的高度和方向还是不尽如人意 观察员吴静觉得 杨先生对待婚姻的认识如此短浅 与原生家庭的过多干预和保护脱不了干系 随后吴静将杨先生的父亲叫到场上一起沟通 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也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不能一味地去宠他惯着他 不要去制造你们之间的一些问题 让他们年轻人自己去解决 我爸妈把两个孩子带在一起 我两个人都没管 如果是我带着小孩回去 他会轻松的 我们也不能无休止地去接受父母对我们的帮助 因为对你们来说 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的 一个主动的一个成长的这种能力 过去十年 因为杨先生父母的包干 杨先生缺乏了责任和担当 以致婚姻走到崩溃的边缘 此时密室里汪女士的小姨表示 会让汪女士自己做出最后决定 我们做长辈的总是希望他们幸福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上 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他就自己做 其实小杨我觉得他到今天到这里来 他老师们跟他说了这么多 如果他今天回去了 他真的能够痛改兼非 他能够杜绝掉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已经不相信他了 现在自己心里的看过不去 我们且看 也后也且看得了 来表现 不管是你们在一起不在一起 对于杨先生 汪女士似乎已经不抱希望 那么密室出来之后 她会坚定自己离婚的决定吗 杨先生又会呈现怎样的状态 我们节目继续 做好决定了吗 下一步怎么办 经过这次 我知道自己错误 也知道自己亏欠了老婆 这些年 没做一个副子论坛 更没担任起这个结案 我希望老婆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希望老婆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只给四个月时间调解亲子关系的时间 他自己觉得他能有什么表现 对得起孩子 对得起老婆 什么叫对得起 我在外面鬼魂 这是作为一个男的最基本的 是 以前是我错了 给我一次机会 以前的事就让他翻篇了 我不知道这个 我心里这个看能不能过去 大家都同意四个月 是吗 我同意四个月调整亲子关系 那就看他自己怎么做了 别的要求是没有用的 自己应该怎么做 是你自己心里要有一杆秤 而不是我去要求你怎么做 不是为了讨好谁要做 小杨听懂了这意思吧 听懂了 他希望你有更多的机器主动 我心里有一把秤 各自做好自己 然后拉开一定的距离 先当调整你自己 好不好 对 因为确实有调整的地方 要真正要有一个成长的样子 不要太多去牵扯家人 家人也给你们一定的空间 关键是看你的了 四个月的时间可以一层不变 也可以改头换面 而这取决于杨先生 有没有意识到家的重要性 有没有感悟到婚姻的真谛 婚姻里需要的是责任 是担当 牢固的婚姻必定是夫妻双方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各司其职 互相支持和信任 像齿轮般相互磨合 希望杨先生能够用自己的表现 迎娶与汪女士继续携手的机会